1、2、3 来吧 康隆市大同国小福乐学堂日照中心 是全台第一间设置日照中心的学校 融入了老赵共学的概念 康隆市长陈其迈18日 陪同行政院长陈建仁 以及立委赵天宁等明代前往参访 陈其迈除了感谢中央支持长照费用 他还表示各日照中心 可以和各县市分享彼此经验 给长辈们更好的照顾 以前长照一算只有50亿 后来蔡英文总统 担任总统之后 在明年大概有 847亿左右的预算 这个预算对地方政府来讲 真的是解决了很多 我们长辈照顾的问题 因为地方政府就没钱 没钱又要照顾长辈 钱从哪里来 假如没有中央的资源的预助 那是不可能的 那其实碰到最大的就是场地 真的是场地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的社区关爱据点 已经达到 我的目标本来是500亿 那我们超标达到524个 那在 在今年我们就达到545个 陈建仁院长和陈其麦市长 现场参观了长辈们的活动空间 并向长辈以及小朋友们一起合唱四季红 还要打击乐器体验老幼共学共荣的乐趣 目前高雄已经有6000国中小学以及高中职 在学校内设置制造中心 明年各有大学加入行列 现阶段已经规划了90个学区 布建率达到了99% 预计114年布建规划完成 其实长辈很多其实都是大同的校 长辈在这里念书 然后毕业 为社会服务 然后说回来长召 回来大同说不行 这个实在是 对长辈来讲情何以堪 所以现在大家在讲 家有一老 家有一老 如有一老 其实长辈的时候就很可爱 所以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 这个在地安老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社会 这个也是我们要教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从小能够很有爱心 能够对社会能够知道说 这个自己怎么做 让他知道说以后 这个以后会碰到什么问题 那现在我们应该要做得更多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的教育 中央政府的预算 需要地方政府提出申请 地方政府若能提出更好的计划 中央也一定会支持 实验人也呼吁所有县市跟高雄市看齐 向卫福部提出更好的长照计划 大家一起努力做好每个县市的长照工作